近日,列席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利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从历史经验看参与国家的发展,香港是一定能够获得发展的红利。 而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今天,国家又相继推出一系列政策,对于香港来说,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给予。 香港是能够得到发展的红利的,那现在呢,我们内地已经是上了高铁的车,发展是非常的快,一带一路,最近呢,跟江这个大湾区呢,这个规划,相信不久就会出来了。 那么,这一种的机遇啊,是千载难逢的。所以呢,我觉得我们香港的人呢,在这个过程里面,我们必须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。 如何能让更多的香港人参与到国家的发展当中? 范徐利泰认为,要让香港人增进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。 一直以来,国家提供了很多机会和平台,包括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,航母辽宁舰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等。 范徐利泰觉得,让香港青年学生认识和了解国家,功夫更在平时的点滴积累,以及来自教师的感染和讯陶。 每个年轻人,他们每天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 所以,一次的姚宁号,或许一次的雪荣号,上去看的时候很兴奋。 可是回来的时候,并不是每一个都会继续去关心这个问题,他们又有其他的东西。 所以呢,我们是要持续地让他们了解多一点。 而这个了解多一点,我想来想去,我觉得最重要还是,如果我们教师对于国家有了一个认同感,那么自然学生们就会受到他的感染。 由范徐利泰参与创办的历境教育中心,是一个公益组织,主要通过提供到内地交流的机会,让香港老师可以实地考察,了解国家目前的发展情况。 在范徐利泰看来,自己所做的这些工作,就是搭建一个桥梁,尽可能地让香港的人能参与到祖国发展的进程中。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,我们要将我们所能够做得到的是所谓香港之常,就去贡献给国家,让国家的发展更好。 国家好,香港好。香港好,国家更好。